在球场叱咤风云的龚小斌在家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他的妻子这样评价他 外冷内热 感情方面特别细腻 在联赛打完之后回到家 对孩子的照顾很多时候比我还要细腻 包括给孩子洗澡 剪指甲 在家里他的确是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 毕竟篮球教练也是一个高危职业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然后才能面对以后的各种挫折 想必大家也没有想到龚小斌在家里竟是这样一个人吧 正是他对家人的尽心尽责 才能让他在赛场上叱咤风云 而且不管是在训练场还是在赛场上 他都把这些球员当成自己最亲的人 在场下他把这些球员当成自己的孩子 在场上就把他们当成自己对亲密的战友 可以说这些球员遇到龚小斌这样的教练的确是很幸运 虽然在第一阶段的比赛的初期 他们竟然吃了多次败仗 但龚小斌依然相信他们 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在未来的比赛中爆发 果不其然 从11月份的比赛中开始 他们就开启了连胜之旅 截至第一阶段比赛结束的时候 他们甚至还取得了六连胜的佳绩 就连吉林与辽宁与先后栽到了他们的手里 由此可见 当时的山东队是有多么的强势 大家也听说过一句谚语 一份付出 一份收获 正是龚小斌与众多球员在休赛期付出了更多的汗水 所以 他们才能收获成功的果实 而且 就在第一阶段比赛的最后一场 他们的主力外言哈德森也正式归队参战 并且 就在他出场的17分钟里 他依然为球队贡献了22加6加6加1的成绩 可见他的输出效率是有多么的惊人 由此 山东队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底气 那就是冲返C比1联赛的前四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是 对 对